大家好,我是Wally,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本週六,12月24日,意大利甲組聯賽第17輪將會有一場焦點賽上演 羅馬將會在自己主場奧林比高球場迎戰拿玻璃 今季兩隊實力沒有太大差距,而且大家常常都輸波而回 彼此均沒有必勝對手的把握 今次對壘,雙方握手現和並不出奇 另外,M直播將會為本場賽事作現場直播 羅馬近年來受到財政問題困擾,他們隱瞞嚴重受阻 球隊還要在今個夏天不斷出售球員,去達至到球隊的財政收支平衡 而羅馬今下最大的隱瞞竟然是以580萬歐元租借勞卡股 這種隱瞞能力不禁令明碎摩尼奴有點尷尬 事實上,羅馬今季開局就遭遇到較大的困難 一度跌到聯賽榜倒數的位置 不過隨著賽程的深入,球隊慢慢站穩陣腳 在勞卡股和柏力堅尼等人帶領之下,羅馬在16輪聯賽踢完之後 排在聯賽第8位,距離身前的幾支球隊積分都相當接近 相信羅馬來貴有機會回歐戰的戰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羅馬近年來對陣拿玻璃,沒有太大運行 雙方近7次的聯賽交手,羅馬一勝難球,還要輸了五場之多 球員心理處於劣勢 不過,拿玻璃上將在意大利杯也輸波而回 而且,羅馬今季在主場發揮表現不俗 他們今將有望在主場力保不失 在羅馬陣容方面,後衛金布拉和前鋒艾巴咸因為傷 將會備戰今場的賽事 拿玻璃上季表現強勢,球隊贏得了意大利聯賽冠軍 不過去到今季,他們的表現好像有點貨不對版 領隊換了兩次,也沒有太大的外觀 球隊目前成績錄得百姓沙漠五戶的成績 累積27分,已經落後比榜首的國際米蘭雙位數字的積分 想衛免冠軍,難度極大 爭取前四,應該是拿玻璃最為現實的目標 在上將意大利杯第三圈,主場對陣費薪農尼 本應該是拿玻璃延續強勢的大好機會 可惜,拿玻璃今將表現令人失望 最終更加以四球輸給對手大敗而回 事是遭受到極大的打擊 與此同時,拿玻璃也不擅長打硬仗 之前曾經連續輸過給王加馬德里 國際米蘭和祖雲達斯 幸好,今季拿玻璃作下的表現尚算不錯 前八場作下的賽事他們贏了五場 期間,進攻能力強勁 在球員奧森漢和基華拉、基利亞都類似破門得分之下 今次走訪主場防守穩健的羅馬 相信在兩人大令之下 拿玻璃和羅馬兩隊球 今將不妨大家各取一分而回 在拿玻璃陣容方面 後衛奧利華因為傷 將會決陣今場的賽事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